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中巴倡议激怒泽连斯基 习近平或直接会泽连 每在通过三项抗衡中共法案 渐渐命中把心 中国乐观 习近夜真的是 每个人不任由彭丽媛来掌控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这是我们的主频道 今天是9月13号 星期五 我们每天发布6到7个视频 也会把通知发在副频道的社区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巴倡议激怒泽连斯基 习近平或直接会泽连 9月11日 巴西媒体Metropause发表了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访 泽连斯基表示 中共和巴西提出的有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建议具有破坏性 他批评中共和巴西在提出有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谓六点共识时将乌克兰排除在外 美国之音报道 中巴提议是破坏性的 那只是一份政治声明 泽连斯基在受访时表示 你怎么能在不询问我们的情况下就提出这是我们的提议呢 他问道 路透社根据Metropause上传到互联网上的访问视频报道说 泽连斯基认为 中巴的和平倡议缺乏对乌克兰以及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尊重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必须采取措施表明他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泽连斯基透露 他曾经提出与中共和巴西讨论他们提出的和平倡议 泽连斯基自己提出的和平方案包含俄军从乌克兰领土完全撤军 恢复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边界 并追究俄罗斯对其侵略行径的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泽连斯基在受访时表示 他认为巴西政府更亲俄 强调有必要记住 俄罗斯的爱是暂时的 而俄罗斯对法治的不尊重却是永久的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乌克兰前外长亚历山大 查理星期四在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透露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下个月有可能举行两人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查理指出 乌克兰针对中共的外交取得了进展 使得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会晤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在乌克兰都在等待泽连斯基总统和习主席进行某种接触 直接地接触 路透社引述查理的话说 路透社引述中共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问题研究所所长崔洪健的话说 中共有可能参与未来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因为北京不愿让自己的努力白白浪费 我们愿意做任何对和平有利的事情 崔洪健在被问及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可能会晤时表示 美在通过三项抗衡中共法案 渐渐命中把心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9月11日的中国周期间继续审议 并通过了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 这些法案包括设立中共行动计划 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对来自中国 俄罗斯等国公民购买美国农地 进行国安审查的法案 经过多轮辩论和投票 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199票 通过了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法尼提出的 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 大流行病防范条约法案及相关修正案 该法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政府间谈判机构 产生的任何公约或协议需被世卫条约 必须经过参议院绝大多数的建议和同意 其中一项修正案将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作为美国的政策 田纳西州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在辩论时表示 我们允许共产中国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议程太久了 他说 美国在全球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最终损害了本国利益 特别是在2019年 中国爆发大流行病时 台湾曾警告世界卫生组织 有可能发生人际传播 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 宣布没有大流行病人际传播的明确证据 这使得美国失去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为应对大流行病做准备 此外 众议院还以237票对180票通过了 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 免受中共侵害法案 众议员们还以269票对149票通过了 由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单 纽豪斯提出的2024年保护美国农业 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 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势力 干预美国经济和农业安全的防范 中国乐观 习今夜真的是 每个人不任由彭丽媛来掌控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近日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访时说 80年的改革 回过头去看 我个人的感觉是 因为结构性的原因 我们不可能在中国把政治改革做成功 这个结构性的原因 第一就是这个体制本身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说 这个政权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1989年天安门的镇压 就是邓小平最后动用了军队 武力暴力来把全民 这个全民是包括当时共产党内的基本官员 北京那么多市民上街 北京的市民好多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 压下去了 第二个就是权力结构了 邓小平是太上皇啊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有很多有利条件 其中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没有一个太上皇 他要做就做 但是也还是遇到了比如说来自军事政变的这样一个啊 1992年8月份吧 也有这种反弹 所以这样一个极权体制 它改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基本上我在1989年就对这个东西不再抱希望 如果出来一个领导人说 我们回到邓小平江泽民的年代 大家还是闷声发大财 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空间 只要你不反共产党 不上街游行 那么都可以 我同时也准备好我的强力维稳体制 只要你不搞事 你搞事我就镇压你 但是给你经济的机会 我觉得回到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能不能持续 可能在习近平之后 我们要的已经不再是改革了 如果还是那样一个改革 我们就走不出这个怪圈 我们必须有社会的力量 民众的力量 像白纸运动这样的力量 去发出另外一个声音 我们不仅要挣钱 我们要有想挣钱或者不挣钱的权利 我也有挣了钱以后 钱怎么用 是不是可以保留住 这些权利我都需要 我要权利 而不是要钱 你要知道 你有了权利 你可以有钱 但你有了钱 你不一定有权利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体现到这一点了 如果这个社会的力量能够发出这个声音 我个人比较乐观的估计就是 假设今天晚上习近平真的是上帝保佑中国 那么我想很可能中国不再是任由中央委员会那几个人 省了一些官员开一个会议 就像1970年代末那样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刚才林老师讲到民众的进步 所有的年轻人都变得牛逼 都会去要求 我要这些东西 既然习近平现在这样了 机会出现了 那我不能任由你们蔡奇 彭丽媛 或者是改革派的人来掌握我的命运 我们每个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是我最乐观的前景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视频是 宾州饼干民调结果报 川普狂胜贺锦丽 小肯尼迪 贺锦丽辩论赢了 预测川普支持率下降 习近平真能华丽转身拥抱民主 那些人得先把它干掉 广东小区成立业委会遭镇压 业主围警 车成功救人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的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 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一些观众询问 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 向下拉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订阅和赞助链接 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